感谢神 是的 今天早晨的信息 是继续上周我们所讲的 上周 记得主任牧师在这里 新年的第一周 跟我们分享的这个 我们的身份 认识你是谁 还记得吗 上周 上周我们有就是 认识你是谁 然后我们知道今年的主题就是 拣选 我们知道我们都是 君尊的祭司 对吗 神所拣选的 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 然后神招我们是有一个目标的 就是要叫我们宣扬神 叫我们出黑暗 录祂光明的这样的一个美德 所以我们感谢神 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呼召 我们要很清楚 那今天我们所要听的是 认识你不是谁 认识你不是谁 是让你更清楚 因为在这个身份里面 神赋予我们这样的一种的 尊贵的权柄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 我们听的时候 我们没有很好的消化 我们容易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就被日常的生活的事情 所淡化了 所以我们的生命 我们真的是一个 非常崇高的呼召 一个重要的呼召 是我们要活出来的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知道 我们就是要来认识神 不要错失神对我们的心意 因为我们进入新的一年 2024年 我们真的要经历神 我们要更多的认识祂 然后更多的去得着祂 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应许的 这样的一切的丰盛 所以我们就有我们的本分 我们需要去来回应神 我们需要活出这个荣耀的呼召 所以今天 我们这个主题 认识你不是谁 认识你不是谁 我们可以知道神对我们生命的期望 然后希望在这个主题里面 我们的心思能够继续地 被神来建造 我们不要被世界之神来迷惑 我们要承受神 为我们预备又极大又宝贵的应许 好 我们现在所看的经文呢 就是继续上周的经文 上周经文是 彼得前书二章十节 今天我们会看 彼得前书二章十 上周是九节 今天我们看十节跟十一节 我念给大家 彼得前书二章十节 你们从前不是子民 现在却是神的子民 从前没有蒙怜悯 现在却蒙了怜悯 亲爱的 我劝你们 身为克里和寄居的人 要解决肉体的私欲 这私欲攻击你的生命 弟兄姐妹 如果你常读圣经和和本 可能你觉得 这个版本有一点不一样 我们都会交替 我经常跟你们分享 所以这个是环译本 是更贴近原来的圣经的原文 这个经文里面看到一个字 这么醒目 原来这个私欲会攻击我们的生命 所以我们要很警醒 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谁 我们要避开仇敌的 这样的一个攻击 所以今天造成我们要知道 我们首先我们要知道 我们的生命是有一个归宿的 我们的生命不是没有归宿的 我们的生命不是没有归宿的 我们再看这个经文十节 那你告诉我们说 从前你算 你从前不是子民 现在却是神的子民 从前没有蒙怜悯 现在你蒙怜悯了 弟兄姐妹 什么是不是子民 什么是没有蒙怜悯 我们经常听到 子民 我们是神的子民 我们是蒙神的怜悯的 在这里 彼得再一次清楚说 你们从前不是 你们从前不是神的子民 从前没有蒙怜悯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更清楚的 我们看见 我们的生命不是没有归宿的 没有归宿就是说 你没有属于任何一个 比如国家 我们今天当中许多人 我们都是新加坡公民 不然我们是永久居民 要不然就是我们是一个 有准证在这里居住 我们也是属于别的国际的 可能是中国公民 所以我们都有一个国家 所以在这里就是归宿 我们要知道我们有一个归宿 然后我让你们知道 这个归宿不单只是谈 我们所居住的国家 所以我们不是没有身份的保障 因为我们在新加坡 我们是公民 你在中国 在马来西亚 你是公民 所以你在这里永久居民 你都是一个保障 所以你是有一个可安居的家园 有安居的家园 你知道这是不简 这不是理所当然的 我有一个朋友 他的IC 他的登记 他的登记 国际 他是stateless 无国际的 你知道吗 我认识他的时候 一段时间的时候 为什么你是这样的 你的身份 为什么这样特殊 原来在很早期的时候 关于新加坡 马来西亚 分家的时候 有一些的不清楚 有一些人就没有了这样的一个清楚的身份 所以他在新加坡生活 他没有办法得着政府给新加坡公民的福利 也没有办法买房子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不是没有归宿的 我们是有 我们是有一个归宿的 在上大概三个礼拜前 我从报章上 我看到一则新闻 我觉得很感叹 我们知道在这个缅甸 有一群的人叫罗西亚族 可能大家都有大概听到 罗西亚族面对非常大的一个迫害 因为国家里面的政府就是军人统治之后 他们这是迫害逼迫罗西亚族 就是要杀害他们 简直就是要灭族 屠杀他们这个种族 所以当他们逃难的时候 有一部分人就逃难到印尼 又逃难到马来西亚 当时我看到这个新闻 还有这个照片的时候 哇 心里面觉得真的是 真的是为他们的地位感到很难过 当时就一群妇女小孩子们 他们在难民营里面 他们在难民营就是在那里躲避 然后就有一群大学生 一群大学生冲到这个难民营里面 剃掉他们的东西 他们的用品剃掉丢掉 赶他们走 哇 当时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因为在印尼那个 像一个经济的状况 现在的阶段 当时有许多的国民 其实不是当时 刚刚而已 现在情况就是经济不是很好 有许多的人民 他们没有办法有很好的物资的供应 所以他看到这一群难民住进来的时候 抢夺了他们的一些用品 所以他们心里非常不平衡 这一群大学生 年轻的大学生 但是我们看到这样 我们觉得很难理解 这些年轻的大学生 这么单纯的思想 刚刚还没有进入社会 但是心灵却这么的败坏 所以他们替那些孩子 替那些妇女们 所以那些男子 成年壮年的男子 都不敢做什么 在那低头祷告 其实他们跟他是同一个宗教 就是穆斯林 我们知道马来西亚跟印尼 都是许多的穆斯林 跟罗西亚族一样 所以我们在这 我们可以看见 一个没有归宿的人的民族 他们是无依可靠 无依无靠的 没有地方可以安居的 他们根本是没有保障 也没有人权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 没有国家要认领 没有人要收留他 弟兄姐妹 在这里让大家知道 我们没有归属 这个我们在属灵上 我们的过去 其实也是这样的 我们的过去 我们是在一个 撒旦的权势之下 我们活在一个 黑暗的一个领域里面 我们不知道 我们是 我们是 我们是沉沦的 我们根本没有一个依靠的 你知道吗 我们没有依靠 我们这个结局 就是死亡而已 所以在这里 我们从这样的一个 罗西亚族 我们看到 其实我们过去 根本不蒙怜悯 我们在上帝国里 没有份的 没有份 那神说 所以 这个彼得前书 二章十节就说 从前你们不是我的子民 从前你们没有蒙怜悯的 但是感谢主 我们知道 今天我们都是蒙神的拣选 所以我们坐在这里 我们能够听上帝的道 我们可以有一个平安的心 在这里领受上帝的话语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我们是被神保护 我们被神 我们有一个特权 我们是属神的子民 在这个同样的环语本里面 告诉我们说 什么是属神的子民 属神的子民 就是说 神祂拥有你 祂拥有你 祂不是 祂有祂的主权在你身上 祂拥有你 然后你是被祂拥有的 你不是没有人拥有的 你知道吗 就好像父母亲拥有你这样 父母亲在 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困难 我们逃离到父母亲的怀抱里面 总是最安全的 所以在这里他说 环语本说 神的子民是 神特有珍贵产业的子民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在神的眼中是 珍贵的 特别的 特别的 你没有重复另外一个你 很珍贵 没有人可以取代你的 你知道多么独特吗 我很喜欢用我们的手指的手指纹 以前我们不会签 我们上一代的长辈 老人家不会签字 签名 还要用手指纹 世界上千千万万的人 活了又离世了 又再出生又离世 没有一个指纹是一样的 你知道你多么独特吗 所以我们的指纹 没有一个是一样的 所以你在上帝眼中 你就是你 所以我们是这么的特别 这是神 祂自己的怜悯 百般的怜悯 百般的慈爱 所以我们知道 不是我们配的 就是神祂自己怜悯 抬举我们 所以神 我们感谢主 神祂怜悯我们的时候 祂也来管理我们的生命 祂保护我们 祂也来养育我们 好像父母亲这样啊 神养育我们 所以我们在这里 我们看到 在以色列 我们从以色列 所经历的 以色列民族 所经历的历史 我们看得非常清楚 你知道以色列民 他们以前是悖逆的 他们就是 神这么爱他们 但是他们就是 去拜偶像 离弃神 然后就是 做神所厌恶的事 结果呢 他们被 放住 就是被掳到那些仇敌的国家 他们被欺压 被羞辱 但是神没有忘记 他们 神说 日子到的时候 我要承诺 我对你的应许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经文 耶利米苏32章 38节 是非常 非常宝贵 我们看见神 对祂的子民 如此的 这样的一个 百般的 这样的一个 美好的旨意 慈爱 在他们生命里面 我念给大家 耶利米苏 大家一起念吧 耶利米苏32章 38节开始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我要做他们的神 我要使他们 彼此同心同道 要教他们 永远敬畏我 使他们和他们 后世的子孙 得福 得乐 又要以他们 立永远的耶 必随着他们施恩 必不离开他们 且使他们 有敬畏我的心 不离开我 我必欢喜施恩于他们 要尽心尽意 成成实实 将他们 摘于此地 因这位 耶和华 如此说 我怎么使 这一切 大祸 临到这百姓 我也要照样 使我所应许的 一切的福乐 都临到他们 阿们 阿们 弟兄姐妹 神 你看 我们生命里面 所经历的灾祸 可能是我们自己闯的 但是 神 祂都要纪念 在祂的日子里面 在祂的时间里面 祂要 应许 把祂的应许 成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神巴不得我们 认识祂 祂是如此的慈爱 爱着我们的神 所以 同样的今天 我们也领受 以色列百姓 这样的福分 我们跟以色列百姓一样 承受属灵的 这样的地位 身份 我们就是属灵的 以色列人 我们是被 神分别为神 我们跟世人不一样 所以弟兄姐妹 当我们回到 我们的家庭 回到工作上 我们跟我们的 还没有认识主的 同事交流的时候 我们跟我们 还没有认识主的 邻居交流的时候 我们的心思是不一样的 我们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 不要被 他们 世界的价值观 所影响 我们有神的眷顾 跟保护 我们从这个 这样的一个应许当中 我们看到 神祂是乐于 私恩给我们 祂真的是 就等着来 赐福 把那个福乐 倾倒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所以我们看见 首先我们必须要知道 弟兄姐妹 我们不是没有归属的 我们要很清楚 我们是属于神的 我们的生命 要被神拥有 那被神拥有就是说 神祂拥有我们生命的主权 祂是我们生命的主宰 什么事情发生 在我们生命里面 神负责任 弟兄姐妹 听见吗 神负责任 当你跟随主的时候 专心跟随主 敬畏主的时候 神为你的生命负责 神为你的生命征战 弟兄姐妹 我们感谢主 神祂的旨意 总是最美好的 当我们要开始 这个2024年的时候 我们走前面的道路 我们仰望祂 因为我们不知道 哪一条道路 才是最美好 神在我们生命里面 有一个最美好的计划 我们看不见 但神知道 因为神所爱的人 祂一定把 祂最美的赐给我们 是我们人的心 未曾想到 耳朵未曾听见 眼睛未曾看见的 所以我们怎么知道呢 我们只好依靠祂 我们要跟随祂 我们要来相信祂 信靠祂 阿们 所以当你的生命 有什么遭遇 目前有什么 可能一些挑战 不利的处境 不要害怕 因为你是属于神的 所以不要害怕 你在神的手中 神祂必然眷顾你 所以在每一个的处境当中 即使是艰难的日子里面 祂仍是你生命的保障 我很喜欢这句话 仇敌在凶恶 但是神的慈爱 祂的全是胜过这一切 弟兄姐妹 我们要知道神祂的慈爱 我们就不害怕仇敌祂的凶恶 所以让我们面对我们的生活上的 种种的软弱的时候 身体的软弱 金钱的软弱 人际关系的软弱的时候 我们有神可以仰望 我们属于祂的 然后其次我们要知道 我们是属神的子民 什么叫做属神的子民 子民里面这个字 含有团契的观念 团契我们必须在一起的 我们不能够独来独往 我们必须在一起的 你自己来教会 你自己回家 但是 今中我们一直有团契的 我们有参加小组的 我们跟弟兄姐妹有交流的 我们彼此问候 我们知道彼此怎么样了 我们需要彼此在一起的时候 交流的时候 我们就安慰 神的话也就在我们当中 激励我们建造我们的生命 所以你可以看见 我们的生命 原来神从世界里面呼召我们 是一群要活出祂心意的子民 我们是一群子民 我们不是单独的 我们不能够在家 我们在家可以灵修 当然 但是我们必须有群体的生活 所以我们感谢神 在神呼召你的教会的群体中 我们要学习尾身 尾身于我们的弟兄姐妹 看顾我们的弟兄姐妹 神说我们要彼此同心 行走主的道路 这是神所称为敬畏祂的子民 所活出的一个 在教会里面 在神的群体里面有的一个生命 所以让我们彼此 这样的一个交流的时候 我们敬畏祂 我们就尊荣我们的神了 我们感谢神 神祂是如此的 就是等着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来施恩给我们 所以这是我们要切记的 我们的生命有一个归宿 神完全拥有我们 其次 你的生命是一个目标的 弟兄姐妹 在十一节告诉我们说 亲爱的 我劝你们身为客里和寄居的人 或要解决肉体的私欲 这私欲攻击你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不是像世界的人 我们的生命是有一个目标的 神呼召我们的生命 有一个使命的 宣扬神的美德 所以彼得 使徒彼得首先 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我们在这里是客旅 我们要常常被提醒 我们是暂时居住在这里 我们不过是 我们有一天会离开这个地方 所以这世界非我家 我很喜欢 其实我很喜欢商礼的信息 因为每一次商礼信息 告诉我们的生命 再次提醒我们的生命 所以商礼我们常常都会听见 这样的信息 这世界非我家 但是我们没有去参加商礼的话 我们就没有这个智慧 神言书告诉我们 我们铺商的时候 我们是得着智慧的 所以我们看见 这经文彼得告诉我们说 我们不是地上国民 我们是天上的国民 我们是天上的国民 你在地上能够多久呢 我们当中许多可能就是 我们剩下日子 可以数算得到 如果我可以活多三十年 真的是神的恩典 所以我们一定会 我们永远的福分是在天上 你知道吗 我有一个比喻 我很喜欢拿一条线 现在给你们一条线 很长的线 从这边拉到那边 很长的线 能够拉多长多长 然后这个线上有一点 一点 你知道吗 我们在世上日子 就是那么一点 这么 这么多 那神给我们的永恒里面 能够享受到福气的 是多么的长久 长久的日子在 没有永恒的生命 就是没有停止的 所以我们感谢神 世上的一切都会过去 唯有遵行神旨意 是永远长存的 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的 弟兄姐妹 我们在世上日子非常宝贵 因为神给我们日子 生命能够认识祂话语 无论你认识神是在几岁的时候 你可能是在20岁 你可能在40岁 可能在60岁 或70岁 80岁 无论你有多少日子 神给我们在地上日子 是要遵行祂的旨意 好叫我们能够得着 那天上的产业 所以无论你的日子多少 你都可以来跟随祂 敬拜祂 好叫你能够得着祂的丰盛 在地上你就尝到了 在天上 你当然有你的产业 所以在地上 你的生命就成为 可以影响别人的生命的 一个美好的见证 所以我们虽然在这个世界里面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 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整个世界都是握在 这个二者的手下 弟兄姐妹 你不要看这个世界非常美好 很多诗歌 不是诗歌 很多的歌可能 让我们有错误的观念 整个世界都握在 二者的手下 但是感谢神 神掌管着这一切 因为在约翰福音 一书二章 十六节告诉我们 凡世界上的事情 就像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今生的骄傲 都不是重复来的 乃是从世界来的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可以看见 这个所有的罪恶软弱 都是从世界来的 不是从神那里来的 所以我们这个经文 这个比特前书的 这个是十一节 十一节二章十一节 告诉我们 我们要进界肉体的私欲 因为这个私欲 会攻击我们的生命 因为这个私欲 就在世界里面 它会攻击我们生命 它是软弱的 经不起考验的 它是没有永恒价值的 它有罪恶的 当我们去追求 这个世界上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会 跌入那个陷阱 我们就以世界 为我们的目标 地上的一切 为我们的目标 你知道神祝福我们的生命 是要让我们 使用这个祝福的资源 去扩展祂的国度 去以人分享 神在你生命的成就 但是如果我们 不停止地追 追住的话 那我们会堕入一个陷阱 就是我们就 满足于 我们就 因为人心比万 就是我们的贪是非常大的 贪 所以当我们贪恋世界的时候 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 试探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我们知道 彼得前书一章十四节 告诉我们 我们现在是 服从神命令的儿女了 我们就不要效法 从前的样子 从前样子是怎么样的呢 弟兄姐妹 是放纵 私欲的啦 就是 就是 暗昧无知的 我们不知道嘛 我们自己喜欢什么 我们就去追求什么 我们不知道 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了 我们是顺服神的 神旨意的儿女了 顺命的 顺命的儿女 所以我们 我们不能够再放纵 我们的私欲 所以因此 我们的生命 是有一个目标的 所以彼得在这里 就是恳求我们 他劝我们 劝我们的意思 在这个言文是 恳求 恳求 恳求神的儿女们 就是你们要 要 解决肉体的私欲 所以在这里 他说到 解决 你知道吗 这个因为仇敌的功绩 是实习性的 在这个言文里面 我们来看 这个功绩 原来它是一个 现在式的语态 也就是我们说 Pleasant continuous stand 就是进行 一直进行 一直轰炸 你不停的 它是一场 持续不断的争战 我们都听过了 我们除非是 去到天家 我们才不需要争战的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争战是持续的 不是我们信主 他就停了 仇敌更喜欢 掳掠 那个基督徒 这样他就可以 你不用 你不会宣扬 神的国度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需要 境界肉体 是原来 境界 彼得在这里 告诉我们 他的言文的意思 也是你必须 持续不断的 境界 你必须持续 不断的禁止他 因为他 就是不断 不断的要去来 就是向我的老我 死去 不是偶尔 偶尔才对付 我的老我 是要不断 不断 实时的对付的 因为我们 不断的在 这个争战里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非常真实的 很真实 因为神在我们的生命的时候 我们原来是有很好的良心 很好的本性 就是我们的良心 但是当人 堕落之后 人堕落之后 我们已经 犯罪之后 我们良心散尽了 但是我们感谢主 当我们被神 拯救的时候 神又恢复了 我们的良心 恢复了良心 所以我们心中有圣灵在我们里面 但是因为我们还在肉体里面 还在世界里面 所以我们就有 常常有两个率争战 所以两个率争战 所以我们才会 有这样的一种的 彼得在这里 就是提醒我们 神的儿女 你们要 警戒露铁丝 要每一日争战 持续的争战 所以我们看到 不单是这样 因为世界有很多的东西 在玷污我们的思想 在洗我们的脑 很多的整个大环境 所以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要非常的清楚 我很喜欢有个牧师说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 争战是要付出代价的 但是你不争战 你的代价更大 弟兄姐妹 你听见吗 争战 打仗是要付出代价 但是你不打仗 你的代价更大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争战是一生之久的 因为为什么代价会更大 因为你不打仗的话 仇敌会攻击你 可能你的生命 你的家庭 你的事业 你的健康 可能就会 他会来挟制你 他会来破坏你 因为仇敌本来就是 偷窃杀害毁坏 所以我们要知道 我们必须要提防 所以我们要知道 我们的生命 这样的一个光景是 我们必须把眼目 定金在天上的事情 所以我们看到 仇敌的目标就是要 不要让神的旨意 美好的旨意 成就在你的生命里面 仇敌能拦住我们 他能够拦住我们多久就多久 这浪费了我们的生命的时光 所以我们时常要警醒 要警醒 我们不要凭着自己的喜好 来行事 不随着世界之风 我们心意常常更新 在这个 西伯来书十章二十二节那里 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心已经被神的血 来洒尽了 不再有邪恶的良心了 而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呢 怀着真诚的心 还有充分的信心 来到神的面前 弟兄姐妹 我们要怀着 诚实的心 来到神面前 用诚实来敬拜神 在神的面前 我们不需要有面具 我们感觉怎么样 我们就告诉神 用我们的心灵诚实敬拜祂 然后神说 有充分的信心 你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 每一个主任你听到 每一天你读神的话语的时候 那就是你的信心的来源 所以我们要依靠神的信心 依靠神的信实而存活在地上 这个神的话语就是我们属灵的粮食 罗马说很清楚告诉我们 八章六节 保罗告诉我们说 原来我们体贴肉体的时候就是死 体贴圣灵乃是生命 平安 所以原来体贴肉体就是以神为敌 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不能服 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吗 很多时候我们就是 有时候我们没有留意 我们会选择 就知道明明知道 可能神要我那样做 但是我还是体贴一下我的肉体 但是你知道 这个肉体就是按照我们的心意 我们的喜好 不是按照教会 按照神的坏 按照神的心意 来做选择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 肉体都是不服神的律法的 它是不能服 绝对不能服 因为它是属黑暗的 属仇敌的 所以我们一旦信了主 我们就开始这一场属灵的征战 所以我们要选择顺服神的律法 我们包括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形式 我们的为人 我们都要更新 我们常更新 所以因为在这里 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告诉我们 要将身体献上当成活祭 这是理所当然 这是神所喜悦的 所以我们身体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把时间给神 我们把我们心思意念都给神 让神来更新我们 日日的更新 所以让我们每一天都是一种 就是一个新造的人 就是我们每一天都让神来逃造我们 来修剪我们的生命 在彼得写这个书信 之前彼得跟随耶稣的时候 他有自己的学器 自己的个性 自己的想法 所以当时耶稣被卖钱的那个晚上 一群人来捉拿耶稣了 彼得感觉 耶稣怎么可以被抓 我的拉比 我的老师 怎么可以被抓呢 那马上就拿出那个刀 削了 一个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 削掉了 真的脱落啊 你说耶稣很生气 马上给他收你的刀起来 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你动刀的就要死在刀下 就是不能够凭着自己的学器 彼得有自己的 自己认为是的方式 但是神耶稣 他当时就说了一句话 他说你以为我不能够求我的父 他就马上差遣 十二银的天使来救我吗 我怎样做经历这个 是因为我要应验经上所说的话 所以弟兄姐妹 有些时候 我们经历的事情 我们会很迫切的想要去 去做成 按照我们心意 神有祂的旨意 神有祂的时间 所以我们必须要 就是要顺服在神 祂的旨意的里面 所以当我们肉体的私欲的时候 讲到肉体私欲 就是包括我们的 不止我们的贪爱 也包括我们的旧的心思 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观念 所以我们看见 在这里 耶稣告诉我们 希伯来书七章十六节 不是耶稣告诉我们 是希伯来书 祂告诉我们 耶稣 祂成为祭司 并不是照着肉体的条例 乃是照着无穷 不能毁坏之生命的大能 我们看到 耶稣祂成为一个祭司 靠的乃是神赐给祂的大能 耶稣在地上有血有肉 是一百八仙的人的时候 祂也依靠神 所赐给祂的大能 来行神的旨意 完成主的工作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 我们的生命也是一个祭司 神跟我们讲得很清楚 一而再 再而三 我们的身份 我们赋予的权柄 是我们有一个属天的目标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不是没有目标的 我们不是没有目标的 我们是神的活食 在彼得前书二章五节 祂就说到了 祂说你们来到神的面前 也就像活食 被建造成为灵工 做圣洁的祭司 弟兄姐妹 祭司不但是做祭司 而且是圣洁的祭司 祭司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 祭司的工作就是献祭 献属灵的祭 献神所悦纳的祭 祭司的本分 祂的呼召就是献神所悦纳的祭 所以在旧约里面 你会看到一些人 他们没有按照神的方式献祭的时候 马上被神祭达 所以我们献神所喜业的祭 我们的生命是活食 彼得在这里再次告诉我们 活食就是我们不是死虎不化的 我们不是我就是我 就是这样的 我们需要更新 怎么更新呢 我们需要在整个群体里面 我们需要在神的话语里面 我们需要弟兄姐妹一起服侍的时候 我们渐渐更新 我们怎么样去与人相处 我们怎么样去服侍人 我们怎样去建立我们教会 怎么样去为神 活出一个有荣耀主的生命来 所以我们的目光需要从地上转移到天上 我们不能够以地上的你的方式为你的目标 为你的那种的就是你的模式 我们要常常被主更新 我们是天上国民 所以我们求神赐给我们属天的眼光 属天的眼光 可能包括我们必须要放下自己的权力 一个最伟大的一个 我们的奉献就是我们不主张 我们要放下自己的主张 我们要放下自己的权力 所以让神拥有祂的主权 我们必须要以神的方式来以善 胜过一切的邪恶 胜过一切临到你生命的那一种的挑战 然后我们要 我们要为神给我们的产业来征战 为着神给你的呼召来征战 神在你的生命有呼召 神在你的生命预备产业 但是这个需要一个过程 我们需要来征战 我们需要来持守 我们要得着更多完全的产业 所以我们要知道 我们必须要非常的清楚 我们是祂圣洁的祭司 我们不要被世界的洪流价值观影响 所以当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 我们不要消灭圣灵感动 我们要 当我们体贴圣灵的时候 圣灵会赐给我们力量 因为刚才我们读的 体贴圣灵就是生命跟平安 神所赐的福 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 神的律法一定是我们能够遵行的 如果神的律法不能遵行 祂不会颁布给祂的子民的 所以让我们听见 神对我们生命里面的期待的时候 我们立志于去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生命来 好让神的生命能够得荣耀 因为你的生命经历主的丰盛 你有许多东西可以去分享给大家的 我们感谢主 所以 今天在总结的时候 就是让大家知道 首先 你的生命不是没有归属的 你不是我行我素 我就是我做主算的 你的生命是一个归属的 你是神所拥有的 珍贵的 OK 独特的产业 珍贵的 记得你的手指 手指纹 是独特的 你是蒙神怜悯的 不要以为神他没有纪念看过你 所以你有 任何时刻有神的眷顾 其实你不是没有目标的 弟兄姐妹 切记 我们的生命有目标的 不要让你的目标消失了 淹没了 你要为你的呼召来征战 做他圣洁的祭司 来追随他 宣扬神的美德 我们感谢主 这是神给我们生命里面 活出祂的意义 所以今天我们更清楚 我们的生命不是什么 我们的生命是什么 我们的生命是谁 好吗 弟兄姐妹 这时候我们来 我们来回应我们的神 我们站立起来 我们一首诗歌 这首诗歌 我们要做神 祂荣耀的器皿 这个荣耀器皿 要彰显神 祂的神迹 我们这首诗歌 一边唱首 我们把奉献给主 好吗 把自己奉献给主 祂荣耀的器皿 祂荣耀的器皿 祂荣耀的器皿